- 大家好我是天耀老师喔 今天跟大家讲解的是定比定律喔 究竟什么是定比定律呢? 他依旧是讲说 同一个化合物无论其来源或者智慧方法 它的组成的元素间一定有固定的质量比喔 我们举个例子让大家了解一下 如果以水而言H2喔 无论你的水是从矿泉水里面来的 或者是从海洋里面来的 只要你都叫做水的话 我们的化学室都叫做H2O 水不会因为你在矿泉水里面 它就变成H3O 或者也不会因为可能在大海里面 就变成H2O3 只要你叫做水同一个化合物 无论它的来源或者是智慧方法 它的元素间的质量比喔 一定是固定的喔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不同的地方 欢迎点进去我们底下的 这几个连结里面看喔 我们下次再见咯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